假设这里有一本书 我写一下书 画完整本书 这就是我的书 然后这里有一面镜子 这是镜子的测试图 假设这是镜子 我随便在书上找一点 我们知道光线照射在书上 光线照到书上一般会慢反射 这里我也假设如此 我可以随意取书上任意一点 它会向四处发射光线 我将选择书上这一点发出的两条光线 实际不止两条 但两条光线就足够帮助我们理解 首先选一条光线 像这样抵达镜子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以相同角度反射回来 然后再选一条来自这一点的光线 像这样 入射角 所以反射角也较大 像这样 假设有个旁观者 他的眼睛在这里 想像这个人会观察到什么 人类眼中的情景不过是大脑进行的模拟 这个人的眼睛看到两条光线 有一点出发 如果是直接看着书 我再举个例子 某人看着任意物体 假设看着一个橘子吧 暂时先不管左边这些东西 只是看着橘子 没有镜子 没有反射 什么都没有 如果看橘子上某一点 光线会从这一点向各方向射出 如果我的眼睛在这里 我的脑会认为光是从一点发出的 脑中会展现橘子的位置 这里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虽然两束光并不是这外面某点发射过来 但人脑会认为 这两束光是从这里某处发射而来的 脑会根据直线往回推断发光点 脑会认为 绿色和阳红色的线都是来自那个点 哪怕是这里眼睛看到两条线 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只知道来自某点 然后从我眼睛中 我认为这里有个橘子 这里也一样 我看到来自同一点的两束光 我的脑会推断这两束光来自三维空间中哪一点 看起来这两束光来自于这里 现实是发光点并不在这里 书并不在镜子后面 但在观察者看来光线似乎是从镜子后面发来的 观察者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 我们都照过镜子 这是书的右侧 这一侧是B弯曲的部分 这里的B弯曲部分是这样的 因此观察者看到的像是这样的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镜像 左右颠倒了 你们可以想象为什么 我再画一束光也许会清楚一些 光线这样过来 然后像这样反射回来 在观察者看来它来自那个点 因此他看到的书是颠倒的 我讲这些是有原因的 一是为了让你们更加熟悉反射光线这些 另外更重要的是 让你们了解虚像的概念 这里就是虚像 下一节我会对比虚像和实像 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对虚像很熟悉 身边到处都是 这是一个虚像 称之为虚像是因为书并不在那里 它是虚的 那个位置并没有实际的像产生 发散过来的光 通过脑的工作原理 让我们觉得书就在那里 光的来源实际是这里 我再画一个图 要知道一般的图不会画的这么详细 这里我想让你们熟悉一下 一般的图是怎样的 讲镜面和透镜时经常会用到 假设这是地面 这是镜子 假设镜子前占了一个人 通常人们会用箭头来表示任何物体 就假设镜子前面有一个箭头吧 让你们熟悉一下表示法 这是一个箭头不是光线 考虑一下箭头的像 假设箭头有眼睛 其实还是一个人 箭头又有眼睛 箭头会看到什么 随便选取箭头上一点 任意一点都行 因为物体上任意一点都进行着慢反射 假设这一点吧 光线直接射向镜子 一条光线平行于地面 射向镜子 它会被直接反射回来 如果看成人 这会回到眼睛里 再看这一点射出的另外一束光 假设像这样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反射回来是这样的 也许这整个箭头就是眼睛 不妨就这么认为 假设离镜子足够近 整个箭头就是个眼睛 眼睛将看到什么 这束光看起来 是这个方向来的 两者会于一点 眼睛会在这里 看到箭头上这一点 眼睛会看到自身 一般而言 这种图用得非常普遍 不管是处理实相还是虚相 光不管是由镜面反射 还是通过某种透镜 都经常会用到这种图 以后视频中我会讲更多 总之 但愿这一节 让大家对这些更熟悉了 请不吝点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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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金